蘇格蘭的獨立公投結果 已經出爐 有過半的選民是選擇 留在聯合王國 這次統一的呢 有百分之五十五 贊成獨立則有百分之四十五 蘇格蘭人民就用百分之十的差距 向獨立 say no 蘇格蘭各地的選務機關 徹夜進行獨立公投的開票工作 32個選區幾乎都已經上報了計票結果 這一次的總投票率高達百分之八十四 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五的蘇格蘭民眾 選擇維持聯合王國 而有百分之四十五的選民支持獨立 在人口排名前五的地區裡 獨立陣營雖然在第一大城 格拉斯哥勝出 不過只領先約三萬張選票 完全不足以彌補 他們在各地的落後 他們在第二大城愛丁堡 慘遭迎頭痛擊 只贏得了十二萬張選票 而維護聯合王國的主張 則斬獲了十九萬張選票 在排行第三的法夫 獨立陣營也以十個百分點的差距落敗 雖然在第四的北拉納克郡為福領先 但是在排行第五的南拉納克郡 卻又輸掉了十個百分點 面對這個結果 支持留在聯合王國的民眾熱烈歡呼與慶祝 而一手推動公投的蘇格蘭首席部長薩蒙德 已經談成失敗了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1.6 million votes for scottish independence and scotland has by majority decided not at this stage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i accept that verdict of the people and i call on all of scotland to follow suit and accepting the democratic verdict of the people of scotland unionist parties made vows late in the campaign to evolve more powers to scotland scotland will expect these to be honored in rapid course 雖然獨立陣營的斬獲低於最後幾天的民調數字 不過相對於剛剛起步的8月公投結果證明 他們已經組織了一場傑出的政治運動 而蘇格蘭可以藉此機會爭得更多的自治權力 但是獨立公投的宣傳卻同時撕裂了蘇格蘭社會 整個英國都將面臨巨變 一切都會與過往截然不同 Ulien TV 周晨陽編譯 更多的自治權力 先往下